你是说这个项目以后是你负责 从亚太区的层面来说 是的 了解 那今天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得到你们商谈的备忘录 以便我们亚太区进行合理的分析 怎么了 温总 有什么问题吗 是这样的 谭总做 具体的谈判内容 你们中央区林总应该都有 这是其一 其二呢 人胎的备忘录是从来不对外的 温总 这个项目 我们亚太区持有很大的疑问 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解释 我想这个项目很有可能会被终止 如果贵公司觉得不能合作 我没意见 毕竟是你们SW找人胎合作的 难道 如果你想说人胎在里面有什么猫腻呢 打脚了 仓储的事情可能需要先缓一缓 我知道 韩伟伦来找过我 一开口就知道是个简单的孩子 孟凡 怎么会派他来做你的对手 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级别的 自作主张来找的你吧 你刚才也说了 小孩子嘛 喜欢真功力表现 对 孟凡 他会轮来找你 是打听我对仓储的用途吧 差不多吧 但是连我 都不知道你在搞什么 他们真的是白打听了 仓储暂 所以刚才帮丁丁拉投资 要得这么急 在嘀嘀咕咕琢琢磨什么呢 你不会跟谭卫伦这个孩子一样 好奇心这么重吧 习惯了就爱做 因果和逻辑的分析 好 那说说你吧 说你的正事 你跟丁丁什么关系 合作关系 也算得上是朋友 反正我觉得这个应用途 特别有前进 我可以担保 投资人不会亏 这件事不应该来找我 应该去找金小辈 仁泰成立了投资公司 总裁和法人都是金小辈 我跟金小辈呢 是一段很严肃的恋爱关系 我希望我们的感情可以很纯粹 所以我不会把我的工作绞进去 人家呢 是生怕不能把关系搞得更深沉 更复杂 而你呢 怕被误会 怕麻烦 但其实我认为呢 你其实是害怕自己被绑架 你这样的女人少见 很像男人的思维对吧 怎么样 有没有英雄所见虐头的感受 以前我的想法跟你一样 但是 自从我遇到张晓鱼 我的想法改变了 有没有靠谱的投资人可以推荐给我啊 你看人看事的眼光我相信 这样吧 一会儿你把企划书发给我 我给几个朋友看一下 谢谢温总 林总 你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创业性人才 要是哪一天你决定自己出来干了 记得通知我 很快呢 我就会回去做投资 但是我需要的就是像你这种 赛车手 好 我很贵哦 我有钱 哎